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2月26日 港府早前免費包機接載鑽石公主號的港人回家 這麼好的待遇 但竟然受到黃絲和媒體不斷攻擊和抹黑 鑽石公主號除了香港乘客 還有380名乘客是美國公民 前幾天美國包機接他們回國 但待遇似乎比香港人差很多 究竟他們的待遇和香港人有何不同 還有為何主流媒體不批評一下美國政府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這裡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好 鑽石公主號早前香港政府免費包機接了一群香港人回來 還有一些還在那裡 但除了香港人之外 其實鑽石公主號還有其他國家的遊客 其中包括美國人 前幾天美國都安排了一群包機接載他們回國 但似乎他們的待遇差過我們香港的遊客很多 究竟有何不同呢 先和大家說說 第一樣不同 就是香港政府接載我們香港的遊客回來 就是用一部舒舒服服的客機 但美國政府接載他們的公民回來 竟然是用一部貨機 我們這部貨機是由747-482RF改裝而成 原本大家都知道貨機是非常簡陋 他們臨時加了一些很簡陋的座位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圖片 那情況真的坐得很逼勁和坐得很辛苦 他們在這部機上其實是將確診和並非確診的人 在同一架機裏面 大家可以看到另一張照片就是 他們的安排就是後面加了一個生物倉的東西 在後面會放確診病人進入這個倉裏面 他們就說這個倉有效防止病菌出來 然後把這個倉很粗暴地放在這部貨機的後面 然後用布遮住後沒有確診的美國人就在前面坐 這是一個非常簡陋的設置 雖然他說這個倉有效防止病菌的感染和病毒的感染 但是你作為美國公民的時候 會不會都會覺得很擔心 大家要坐同一部機在一個這麼狹窄的空間裏面 我覺得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原來特朗普也覺得有問題 這稍後再說 另外剛才說過又迫劫又不舒服又密漆漆 其實因為現在回去的美國人 雖然他在鑽石公主號隔離了一段時間 但是有一些不排除在隔離的最後一段階段才會染上病毒 但是到現在還未確診有隱性的情況 所以如果大家坐到這麼密漆漆 其實他的感染風險會增加 相比上來我們香港政府包機送我們香港的遊客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安排是整架機原來坐過幾百人 但我們只是大約安排了100名乘客上每一架客機 每一架遊客之間隔了一個很大的空隙 來減少感染風險 所以相比之下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的處理真的好過美國政府很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價錢的問題 香港港府是免費包機接載香港人回來 但原來美國的遊客就慘了 美國接了他們回來後原來他們要付錢 原來根據美國法例 United States Code Supplement 5 Title 22 Foreign Relationship and Intercourse Section 2671有關於Emergency Expenditures 即是緊急的花費方面 他說明如果在緊急的情況下要撤僑的話 其實他們會採取一個Reimbursement 即是花完這些錢後 那群美國公民是要付錢你的政府 他就說到要盡量以最大的程度付錢美國政府 如果不付錢的話怎麼辦呢 原來如果你還沒有付錢的話 他在下次你申請美國護照的時候 他會拒絕你 說明會拒絕你 一個政府這麼無情 當你在危急的時候 接載你這些僑民回去本國 其實這些是你應有之義 為何還要收回他們的錢 為何別人付錢的時候 還要拒絕別人申請美國護照 這是說不通的 相比起我們香港政府或中央政府 對待我們的中國人 我們香港人真的好很多 最少我們不會叫別人申請錢這麼噁心 你以為別人是想的 現在是危難的時機 你也不想你的市民或公民在海外的時候 有些不好的經歷 或是有人民的傷亡 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你過意去嗎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是美國 民主大國 自由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美國政府的口徑不一致 原來特朗普在初頭聽到他們的馬仔匯報 他下了一個命令 要把確診的病人和沒有確診的 美國公民分開的機器送回美國 但他們國務院衛生部的高官 竟然自己決定了 獨斷獨行 把他們放在同一個機器上 令特朗普震露 但這就突顯到美國這個民主介構內部的矛盾很深 大家互相的勾心鬥角 真的是不同一口徑 對於政府的管治威信也有很大影響 最大的問題是 我不知為何美國的安排那麼差 香港政府安排得那麼好 但主流媒體只是罵香港政府 就完全不提及美國政府那些壞事 香港政府明明做了安排 剛才也說了 也免費 又疏 又用客機等等 但媒體可以抹黑他們一些無中生有的東西 包括明明沒有接載內地人 他又說香港那價會接載內地人 明明那條Banner就是日本的旅遊巴公司 自己貼上去的一個簡體字 我們昨天說過 拿門回家了 我們昨天也說過 但他又說別人寫簡體字等等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很大型的抹黑 所以現在香港媒體狀況就是這樣 美國那些事情不會批評 所有事情都是好的 所有事情都是香的 香港政府明明沒有做錯的事情都可以在雞蛋裡挑骨頭 說完美國接載他鑽石公主后的僑民後 想說說大律師公會 大家都知道因為疫情問題 法庭停擺了接近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大律師公會的主席戴啟斯 剛剛去信了律政司和法輪署 希望他們趁這段時間沒甚麼做 快點找清兩筆數 就是拖欠那些大律師的兩筆數 包括之前處理法門案的錢 第二就是外聘檢控官的一些費用 其實我的原因是因為現在那些資深大律師 他們給Chamber的費用很貴 或者一些新的律師他過往沒甚麼積蓄 他現在給Chamber 如果新入行的律師可能給他一萬多兩萬元以上 如果Cinic Council那些可能要給10萬以上 他就覺得現在別人沒得做事 手停口停 所以麻煩你法援署快點結帳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訴求是完全沒問題 因為你真的做了事 你做了事法援署便給你 快點結帳也很合理 你現在很不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他現在 終於明白了手停口停的感覺 因為手停口停這個狀況 其實在疫情開始之前 在之前那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 其實很多在各行各業其他地方都已經出現了 特別是這個飲食業 特別是這個零售業 這個絕對不是大律師第一個去面對 當你這個反修例運動的時候 那麼多暴力 示威 汽油彈 堵路 罷工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令到很多在我們基層 飲食業 零售業的員工 生計是大受影響的 為何大律師公會那時候你又不去了解 諒解那些基層員工面對手停口停的狀況 現在燒到你身 影響到你的生計 你又說人家是手停口停 所以你反修例的時候 大律師公會其實你又做過甚麼 你有沒有譴責過現在令到人手停口停的原因 譴責過這些暴力 甚至乎在10月的時候 當時你們的副主席 這個蔡惠邦大律師 他辭任的時候他寫了公開信 他就是譴責 這個大律師公會為何不就過往的暴力事件 去作出譴責 為何要包庇這些暴力的時候 你作為主席竟然當時回覆 法治精神的要求是政府合法 政府不應該向公眾施暴 即是完全沒有提出你副主席辭職的時候 說要譴責暴力那些事件 因為那時候燒不到你身上 你便覺得這些暴力與你無關 到現在這個疫情令到法庭停擺 令到新入行大律師也好 資深大律師手停口停 你便出聲 所以大家看到 凡事不要去到這麼盡 今天想說到大家就是這麼多 所以希望在完結前 在右下角這裡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 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市民了解一下 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